可以算这个Y的速度 Y的加速度 OK 然后这里有一个蛋白 我们统一把逆时针的方向的这个 摆长 这个角度定义下来 OK 然后受力方面 OK 我们 额外画 OK你受力方面怎么画呢 OK 你这个受力方面 如果说这个质量E OK跑了过来X OK这个时候是受到外力 OK什么外力 受到一个可能外在的激震力 F1sinωD 与此同时它有自身的重力 这个地面呢 有一个这个垂直垂直力 然后这个右手边呢 因为你你这个是往前移了 所以这个弹簧有延伸 OK 所以自然而然的弹簧力就是KX 这个方向性是确定的 然后我们的运动方程要怎么写呢 OK 运动方程 我们如果分而自知 OK 只写这个楼层的左右摆动 我们在X方向 OK 可以写 这个ME XE 的加速度 就等于所有水平力 你所有水平力包括 还少了一个 这个水平力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 这个张力 OK 这个夹角是T大 这夹角是T大 所以这个 这个外力的话 我们现在写的话 有这个F1 Sine Omega T OK 再加上这个T的 这个水平方向的 这个张力 再减掉 OK 弹力 在垂直方向呢 这个是 这个是垂直方向 它的垂直加速度 OK 是零的 然后垂直方向 有这个 地面的这个 法向力 减掉 这个 这个 楼层的重力 再减掉张力 Cosin D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 这个质量 楼层的质量的 这个运动方程 OK OK 所以它是 给楼层的 然后下来呢 我们要分析的是 这个 单白的运动 OK 看一下我们先 分析一下 单白的运动 我们先从 单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夹角 OK Data开始 OK 与此同时 单白有一个 水平的 这个 这个运动 与此同时 它又有 这个 这个 摆动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用 我们要用什么坐标呢 因为是摆动 所以我们考虑到的是 法向的 跟 切线方向的 我们把所有的加速度都写下来 你有水平方向的加速度 OK 你也有 这个 向性加速度 OK 那是 那是 Data Data 配方 你有 切线方向的加速度 那个就是 L Data Data OK 这个时候我们 就不去考虑 那个 它到底 往后摆 还是往前摆 我们就先把 坐标 用一次性的 这个写法 写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单白的 受力情况 OK 单白的 受力情况 是什么 单白受到 只有两个力 一个叫 张力 OK 这个张力跟 这个方向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 本身的 重力 所以我们在写这个 这个 运动方程的时候 我们就写 写几个 我们写几个看 我们 EOM For Pendulum OK 这个时候 因为你的 这个 这个 加速度 方向的 这个 这个加速度 比较复杂 你既有水平的 OK 但是我们现在 水平的话 我们 一律要把它 切换成 切线跟 法相 OK 所以这个是 Tata脚 自然而然 这边也是Tata脚 所以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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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90度 减Tata 然后这里呢 就是Tata OK 所以 基于 基于这个 这样的一个 原因 我们可以把水平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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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度 写成两个 分量 一个是在 这个 切线方向 OK 我们把它写成 切线方向的 OK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法相的 OK 看到没有 它的方向性 我直我就不写了 然后我们 基于此方式 我们现在可以写 几个公式 在 X 我们现在不写 X方向了 我们是因为是转动 我们就写 我们就写成 这个是 法相的 OK 法相力的总和 就等于 你的 M.A.N OK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法相力 就只有一个力 就是 你的负账力 OK 但是你这个 重力呢 它这边是 有法相部分 OK 它的法相部分 是反方向的 是负 负 我们看一下 是多少 是 法相力 这个是正的 我们 写一下 这个改一下 OK 我这个 节省空间 我把这个涂掉 它这个是 这个是 力的话 是法相的力 是 正的 正的T 因为是法相 OK 所以法相 然后负的 M.2G 然后是 cos的 OK 然后 它的加速度 法相的加速度 有哪一些 法相加速度 第一个 自然会想到是 M.2Lteta. 平方 这相行力 但是你的水平的运动 会提供一个反向 就是负的 这个就变成 Teta 我看一下这个 这边 老师这边写错 我们的 这个角度写错了 这个是 OK 这个 这个角度的写法是 这边是 Teta OK 所以 这个是 90度嘛 所以这个 也就是 Teta 所以这个Teta 就变成是 X DoubleDot SineTeta OK 然后在切线方向呢 切线方向有什么 切线方向只有一个例 这个 这个例是 重力的切线部分 但是跟你的 切线方向相反 所以是 负的 这个叫 M.2G SineTeta OK 然后你的 切线的这个加速度呢 是 这个 L Teta DoubleDot OK 再加上 再加上 X DoubleDot CosineTeta 然后在角度的方向 OK 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 角度方向的话 我们是 是 站在 在这个 原点上 做 扭力的核 这个时候 扭力的核有多少 扭力的核 就只有一个 这个 这个 你要写的话 你可以写成是 扭力核 等于 J0 Teta DoubleDot 加上 这个 M.2 X DoubleDot L CosineTeta 这个 这个是怎么弄出来呢 你是绕着O点在转 所以这个时候 转动的话 本身就会有一个 这个 DoubleDot 然后你这个 这个 有一个水平加速度 它的这个 这个 M.1 就是L CosineTeta OK 所以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M.2 G.L.SineTeta 就等于 M.L.平方 Teta DoubleDot 加上 M.2 X DoubleDot M.2 L.CosineTeta OK 好 经过了这个化整 然后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们很多公式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OK 有五个公式 所以你现在要 要 越一下 我们现在主要目的是 把这个内营力 给去掉 OK 哪一些是内营力 当然是张力 张力是内营力 所以我们不要内营力 我们就挑 这个叫 第一个运动方程 第一个运动方程 OK 这个是有设计内营力的 然后第二个运动方程 也有设计内营力 OK 然后第二个是 第四个是没有 OK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式子呢 是T.SineTeta 所以式子会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的做法是 第三个 OK 第三个运动方程 OK 乘上SineTeta OK 所以我才 我才可以把这个 T.SineTeta的式子 表示出来 所以我会 第三个运动方程 我们去写的话 变成T.SineTeta 电脑比较慢 然后减掉 M2G Cosine 然后Sine OK 然后就等于 你的M2 LTeta LTeta 平方 Sine 减掉 X Double Sine 平方 Teta OK 所以有了这个式子过后 我们 是不是直接就带进去了 OK 同学可能要等一下 老师充电一下 老师充电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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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照理是可以直接解的 但是我们还是嫌这个公式有点复杂 那刚好你的第四个运动方程 我们看一下第四个运动方程 你的第四个运动方程 刚好这个式子有一个X double dot Cosine Teta 然后也有一个M2G Sine Teta 我们是不是 第四个运动方程直接乘以Cosine Teta 然后再来想办法把它减掉 M2G Sine Teta 乘上Cosine Teta 然后右手向是M2Ltheta double dot Cosine Teta 再加上X double dot Cosine 平方 Teta OK 所以这两个运动方程 我们要做什么呢 拿来相剪 OK 相剪完过后 它就变成 右手向是Tsi Teta 左手向是Tsi 右手向呢 刚好就变成是M2 这个是Ltheta dot Sine Teta 然后 减掉Ltheta W dot Cosine Teta 然后再减掉 X W dot Sine 平方 Teta 减掉 XW dot Cosine 平方 Teta OK 经过这个画整 OK 然后我们写到下一页 我们把这个几个运动方程大概超过来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了我们第一个运动方程是什么 OK 我们先超一下 OK 我把它这个 我们把第一个运动方程写下来 第一个运动方程 第一个运动方程是 这个 这个是M1X Double dot 等于F sine Omega T 加上T sine Teta 减掉KX 然后上页我们解的 我们就把这个方程式当成是第六个方程式 OK 我们第六个方程式 求到的是什么 这个是T sine Teta 然后 就等于 就等于多少 这等于 这个是M2 这个是M2 它是 我们看一下多少 刚才是 对 L Teta Dot 的平方 Sine Teta 然后减掉L Teta Double dot Cosine Teta 然后刚才算到的这两个设置 是Sine 平方加Cosine 平方 那就等于E 所以就变成是 减掉 X Double dot OK 我们把 这个第六个方程式 带进第一个方程式 OK 或者是说 你两个相乘 你结果是什么 就是MX Double dot OK 就等于 F sine 平方 F sine 我们一个T 再加上M2 然后 这个LTeta Sine Teta 再减掉LTeta Double dot Cosine Teta 我们分别把这个M2 XDouble dot 带出来 5KX OK 然后化减过后 我会得到 这个M1 加M2 XDouble dot OK 所以 我们对 那请说 上面那个C T Dot 好像少一个平方 对对对对 找一个平方 对 带着说 OK 这一个平方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在 化整 化整过后 你去得到 这个 加上KX 然后后面还有一堆 后面这堆 式子是什么 M2 LTeta dot 平方Sine Teta 减掉LTeta double dot Cosine Teta 这个要 一个负号 OK 我把它负号带进来 因为移到了左手向 OK 然后你的 这个右手向呢 现在只剩下了 一个就是 立项 OK 就是 Fsine Omega T 好 所以我们 再把 这个 第五个 运动方程 也拿过来 OK 所以你的这个 运动方程 第五个是什么 就是 第五个就是 刚才 这个 这一项 我们把它化整 我们化整的结果 是什么 我们化整的结果 是 这个是 M2 X Double dot 然后 L Cosine Teta 再加上 M2 L Square Teta Double dot OK 然后再加上 M2 GL Sine Teta 这个是单摆 单摆没有任何外力 这个是你的滑块 大家没有记得吗 这个是 你的M1 这个是你的M2 所以这个是用X来表示 这个是用X还有Teta来表示 OK 所以你就有了两个运动方程 假定我们现在假设 就是让这个 这个变成是一个小角度 所以你的Cosine小角度就接近于E Sine小角度就接近于Teta 你把这个代入上面这个值 你的运动方程可以简化成M1加M2 OK 然后X Double dot OK 再加上M2 然后LTeta Double dot 减掉LTeta dot 平方 然后再Teta OK 我们看一下 这个 OK 然后 剩下就是KX X等于F Sine Omega T 然后 第五个运动方程简化过后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M2 X Double dot L OK 再加上你的M2 L Square Double dot 再加上M2 GL Teta 等于0 OK 好 写完这个式子 这个是一个非线性的运动方程 然后 要如何求解 你只能用数字解 OK 怎么没出来 OK 戴过来 OK 有了这样的运动方程 你要解的话 首先 即便是你要用MATLAB去解它 OK 你要做一些手续 就是 你的手续就是 你要把它矩阵化 所以我们矩阵化的过程 第一个部分是 加速度向量 OK 那第二个部分呢 因为有速度的存在 OK 所以你要速度向量 OK 那第三个部分呢 因为有角度的存在 还有这个位移的存在 OK 然后第四项 就是右手项 就是你有这个力的向量的存在 OK 好 我们一行一行填 我们现在这个第一行 我们拿这个第一行来填 第一行是这一行 所以第一行是什么 什么式子 我们看一下 第一行这个是 第一项是 这个是XWD嘛 所以它是M1加M2XWD 然后 这个M2L 所以这个是M2L 然后这个加速度向 所以这个还得变成是平方向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复杂 所以这是 0X1WD 然后这个是变成 负M2 然后L DETAWD 然后再来就是 KX项 就是K 然后0 然后好 我们解完这个 我们再看我们的这个 第二个运动方程 第二个运动方程 OK 第二个运动方程是什么 第一个运动方程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运动方程 然后我们解一下 就变成 OK 看一下 好 这个是加速度向 所以这个是变成M2L 然后这个是变成M2L平方 OK 然后再来我们没有速度向 我们有位移向 这个位移向就是 这个是 M2GL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运动方程 是一个 非线性 这个 这个 位移向方程 我们没有 没有办法去解它 OK 没有一个 解析解 OK 但是我们可以有 这个数字解 OK 你就要用你的这个 M2L OK 你的这个 Branchi-Guta method 去解它 OK 所以在这个激震的情况底下 OK 所以你会 你会有一些 这个 非线性的运动 OK 然后像我们之前 做这个 Vibration 这个Dynamic Vibration Absorber的目的 就是要让这个外力作用底下 OK 这个X等于0 然后Tita Failing 那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如果同学要去分析的话 OK 你可能可以去进一步 进一步简化 OK 假定是说你有了阻尼器 很大程度上把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整动 抑制住 所以我们如果说 要简化分析的话 同学唯一的这个简化分析就是 把这个这个这个平方向 这个拿掉 因为这个是太非线性的 OK 而且它的这个这个白角 如果有阻尼器给消掉 这个这个可能 所以同学如果要 要解一个简单解 OK OK 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一个 这个速度向 给剔除掉 OK 这样同学就可以 可以去解这样 这样的一个 这个Force Vibration OK 然后去强迫它 然后 这个 然后你去调整 这个Mask2 OK 还有它的这个摆长 OK 你可以 强迫这个X为0 OK 所以这是 这个分析这个 台北101大楼 这个阻尼器 的一个方法 OK 好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就讲解到这里 OK 然后 好 这个部分 可能那个细节的话 我们就 再说 OK 好 这个部分 我就暂时 可以删掉 OK 这个部分 我们就直接用 这个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座标体系 NT 我们可以比较好的 做这个分析 OK 好 这个 这个部分 我们就上到这里 然后我们接着上 这个 这个自由枕洞 自由枕洞 昨天给大家是 讲了这个解题 但是 同学可能 并没有这个真正 这个求解的一个经验 然后这个部分 静态的求解 我们已经 带过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做 这个 动态的求解 OK 先讲一下 这个求解的目的 这个求解的目的 我们现在是 自由枕洞 我们要找的是 自由枕洞的 自然频率 因为枕洞有两个 模态 OK 然后所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有两个 这个自然频率 你也有两个 这个 这个模态 然后我们先 先直接从 这个空白液 直接算 就是说模态的概念 基本上是 两个同步在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 两个 这个是不同步 它是 反向的 OK 基于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 同学我可能 再播一下 这个影片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 我们要解的 就是 这样的一个 一个震动问题 这是同步的一个 自然震动 OK 然后我可能强迫它 用不同步 这是激震 OK 但是我如果说 现在把力拿掉 这个自然震动 还是会持续 我们 直接 写一个空白液 来分析一下 OK 我们这个空白液 我们先把这个图 图画过来 OK 一步一步画 所以这个部分 同学要记得 就是 你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要 要能够画出 它这个 Free Body Force Diagram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这一页 OK 我们现在是 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分析两个部分 这叫Top Mask 它的这个 就是Top Mask在这里 我画在这里 M 它坐标 X1 OK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Bottom Mask 它这个是 这个 也就是M 但坐标是X2 OK 在下方 所以当你的 我们先分析一下Top Mask的手里 当你的Top Mask 往下 OK 这个时候 这个是叫动态的 这个位移 OK 我们之前分析的 它有一个 已经 往下Delta E了 然后 在那一个情况底下 你有的这个弹力 这个 K1 KDelta E 刚好跟你的 中力 MG D 就是静态平衡 然后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 动态的力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静态的平衡力 我就不考虑了 我就考虑 我额外的动态 往下的话 这上弹簧 是被拉伸的 所以你如果看上弹簧 它是 它是延伸的 延伸的X1 所以上弹簧给的力 叫做 跟这个V方向相反 这是KX1 减掉0 下弹簧呢 我们看一下 下弹簧 这个质量快 往下移 下弹簧自然被 备受 这个 挤压 它挤压的话 也是给一个反弹力 但是这个 这个下弹簧呢 就是这个 它一端 往下移动X1 另外一端 往下移动X2 如果我们站在 就是 质量快的位移端 你可以想象 这个挤压程度 应该就是 X1减掉X2 所以你的这个弹力呢 就是 KX1减掉 KX2 所以我们这个 上质量的运动方程 我们可以 单纯就是 这个 MX E double dot 把所有的力 合在一起 OK 做到在这个 这个质量E上面的力 所以我们就 MX1 double dot OK 把这个 负KX1写下来 然后负K X1减X2写下来 划整一下 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X 像都移到 左手边 你就会得到 加两个KX1 减掉KX2 然后等于0 OK 然后这个 这道题 我们是 equal mask 所以我们 就保留 所以 通过这个方式 我们就 找到我们的 第一个运动方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二个运动方程 第二个运动方程是 下质量块 它往下移动X2 然后 它唯一 一个受力的弹簧 就是上弹簧 上弹簧 这边 下端移动X2 上端移动X1 你如果是站在 这个质量块 下质量块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延伸 这是一个延伸 这延伸的总量是多少 延伸的总量是 X2 减 X1 所以延伸的结果是 有一个 这个 反向的这个 弹力 就是K 所以我们的下质量块的 运动方程 你可以把它写成 MX2 它的受力是多少 它的受力就是 负K X2 减X1 所以你把这个方程式 整理一下 就变成负K X1 加K X2 等于0 OK 看到没有我们有了 上质量块的运动方程 下质量块的运动方程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求解 我们再写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这个运动方程 整理一下 OK 这运动方程要怎么整理呢 我们先重抄一次 抄写在一起 我们要抄的是 你的这个运动方程 是连力的微分方程 OK MX1 加上两个K X1 减KX2 我重抄一次 OK 然后第二个运动方程 是MX2 double dot 减KX1 加KX2 等于0 OK 好 抄完 抄完了 我把之前的这个去掉 好 抄完这个过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 处理的是 这个运动到底是怎样的形态 OK 我们画一下 如果说你的这个 X1 它有发生这个 这个震动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 斜波的震动 然后X2 也发生了这个 这个震动 也是一个 斜波的一个震动 它应该有一个特性 就是 它的 峰值到峰值 它的这个周期是一样的 所以你 Sine Omega T 你要完成一个周期 就是两个π就等于Omega 大T 所以你的 Omega就等于两个π 除于T OK 所以这是一个Sine Wave的一个 一个特性 所以 所以Wave之的是什么 平例都是 共通的 Wave之的是你的 辅值 X1 辅值 X2 所以我们 假定我们的 X1 X2 OK 可以写成 辅值 X1 辅值 X2 乘上 共同的 Sine Omega T 所以你如果去V分一次 你得到速度 OK 这个时候就变成 Omega Cap X1 X2 Cosine Omega T OK 然后V分两次 就得到这个 这个加速度 就等于 -Omega 平方 Cap X1 Cap X2 Sine Omega T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式子 我们的式子有什么特性呢 我们的式子 是加速度项 跟 这个 位移项 OK 所以你的位移项是 这一项 你的这个 加速度项 是这一项 他们都有一个叫做 供应式 那供应式是什么 那供应式就是 辅职再乘上 3Omega T 辅职再乘上3Omega T 所以我们打算把我们的这个两个 这个 ODE OK 我们可以把它化整 化整变成矩阵形式 OK 我们先把它化整成矩阵形式 等一下才给大家看一下 你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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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解法 OK 化整成矩阵形式 OK 我们把 加速度项 写成一个向量 然后 这个位移项 写成一个向量 OK 所以这个旁边是零力 3Omega T OK 然后右手向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 这个方程式 一行一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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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第一行 第一行就是 就是这一行 OK 所以这个时候 要解的话 这个就变成 M乘上X1 Double Dot 然后没有这个X2 Double Dot 那第二个呢 是两个K X1 然后-K OK 然后再来我们看 第二个运动方程 第二个运动方程是 第二个运动方程 变成什么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运动方程是 X2 Double Dot 所以是零 M 然后再减掉 K X1 然后再加上K OK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基于这样的一个 一个式子 你这个是 Mass Matrix 乘上 加速度 向量 然后这边是 Stiffness Matrix 乘上你的 这个 位移向量 右手向是 Zero Force Vector OK 然后我们又知道 速度 加速度向跟 这个速度向的一个供应式 OK 所以我们 可以进一步去 给它化简 好 进一步化简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拿过来 然后这边 下面的狮子 多了 OK 我们重新抄一次 OK 我们把这个抄过来 OK 我们就看这里 好 这一项 我们如果说去化简的话 我们现在 可以怎么化简 我们要化简出来的供应式 它有一个 辅值 向量 乘上 Sine Omega T 右手向 是零力向量 Sine Omega T OK 左手向这一次 就变成什么呢 负Omega平方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质量矩阵 再加上 弹性系数矩阵 OK OK 所以同学看到了吗 我是把供应式带了 这个 这个出来 好 然后把这个 删掉一下 好 有了这个式子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求解 OK 我们最简单的是 请问你知不知道 XE是什么呢 XE 诶 无非就是 这个 我的系统矩阵 这个 现在就变成 两个合在一起 就叫做 System Matrix OK 所以它是 负Omega平方 M加两个K 减掉K 减掉K 负Omega平方 M加K OK 当然你可以把它展开来 就是负Omega平方 M加两个K 乘上负Omega平方 M加K 减掉K平方 OK 这是分母的部分 分组的部分呢 分子的部分 我们因为是第一个位置数 所以你把这个立项量 带到第一栏 然后在分子里面的行列是 第一栏是零 然后第二栏是 负K 负Omega平方 M加K 当然你知道行列是 任何一行是零的话 你的结果都是 都是零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你可以说你的答案是零吗 可以啊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啊 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的 告诉你的震动 你的震动是 非零的 OK 所以这个辅职是不可以等于零的 当辅职不能等于零的情况底下 只有一个情况 OK 你这个笔子 non-zero condition是什么 你的分母 要等于零 OK 你的分母像要等于零 所以我们这个笔子展开来 OK 然后强迫它等于零 这个笔子展开来是什么 就变成Omega四四方M平方 再加上两个K平方 再加上两个K平方 减掉K平方 OK 所以解一解 这个就变成 Omega m平方 Omega四四方 减掉 3Km Omega平方 加K平方 所以你的Omega是多少 Omega平方就等于 这个3Km 加减开根号 9个K平方 M平方 减掉 4个K平方 M平方 再除以 两个M平方 这就是你的 那个自然频率 好 我们带进数值 我们看一看 这个带进来过后 你的自然频率 是 3 加减开根号5 除以2 成像 K除以M 所以你 取开根号过后 然后又带入数值 弹性系数是 36牛每米 重量是1公斤 所以你得到 两个频率 一个是3.7 Radient per second 差不多是1Hz 多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 是9.7 差不多是 3Hz多一点 所以在 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 这个自然频率 然后下一步 我们要找的叫做 摩泰 OK OK 摩泰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摩泰的意义就是说 刚才不是给大家 介绍这个 这个质量 质量的整动 OK 可能 再花同学多一点时间 OK 大概 很快就讲完 我们已经找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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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自然频率 这个自然频率 比如说 Omega 1是多少 Omega 1是 是 是 你的这个 这个开根号3 OK 或者Omega 1平方 就是3加 加减 OK Omega 1平方是 3-开根号5 这个除以2 这个时候 请问你的 这个腐值的比 是多少呢 OK 我就随意拿一个 运动方程来写 负Omega 1平方 N 加两个K 乘上X1 再减掉KX2 等于0 所以你的腐值比 就是等于 这一项拿过去 OK 就等于 这个 这个除以K KX2 OK 我们给KX2 两边除以K OK 两边除以X1 OK 所以你就得到了 这个比值 就变成 负Omega 2平方 M 加上两个K 除以K 所以也就是 负Omega 2平方 M除以K 加上2 这是第一个模态 这是它的这个 这个Amplitude Ratio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 Omega带进来 在Omega 1的情况底下 OK 所以这个比值是多少 X2除以X1 就等于 负的 3 减掉开根号5 除以2 OK 它这个是 KM OK 然后乘上 然后乘上 MK 然后乘上MK 加2 所以 所以月掉 这个数值是多少 这个数值刚才算的 这是 1.62 OK 然后另外一个呢 Omega 2平方 这个数值 就变成了 第二个模态 它这个数值是变成 负的3 加开根号5 除以2 KM 乘上 MK 加2 这个比值是多少 根据刚才这边算的是 负0.62 OK 所以既有此方式 我们找到了两个模态 回到我们前面第一个 第一个模态 它自然频率是3.7 然后它的辅值比是1.62 从图像上来看 它是同步 但是 一个这个x2的这个 辅值要大于x1 如果x1的辅值为1 x2的辅值就1.6 然后第二个模态 它发生在第二个 自然频率 那9.7 radian per second 它的辅值比是 如果这个x1的单位位移为1 x2的单位位移就变成负0.62 既有此方式 我们就找到了 我们的这个自然频率 好 下一周 我们会举更多例子 OK 同学可以先看一下讲义 然后与此同时 同学也可以开始解 你们的这个作业题 然后我们会 这个下周再 再说明更多例子 让同学解题上 更有把握 OK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OK 好 谢谢大家 O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